印度西部星期天发生夺命意外 一辆长途巴士与两辆轿车猛烈撞击 导致巴士上17名乘客和司机当场惨死 另有40多人受轻重伤 宋院抢救 这起夺命意外发生在星期天凌晨10分 事发时 两辆轿车相信因为轮胎泄气 而停放在孟买大道旁 准备更换备胎 没想到巴士突然迎面冲向他们 猛烈撞击力导致将巴士和轿车撞入路边排水沟 附近民众随即救出受困的乘客和司机 警方叫后证实 17人丧命 40多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情况危怠 至于照获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